各位老师 各位同学 大家上午好 非常感谢拉斯基的邀请 给我这样一个机会 汇报最新的一个工作 因为我们这次的主题 是讨论气候议题 所以实际上对于气候的模式研发来说 可能那个机理很重要 但是实际上气候数据集也同样重要 先给大家一个例子 实际上就是这张图告诉大家 在什么样一个观测精度下 多长时间段的资料 可以探测到多小的 多么精细的一个长期的变化 左边这个是温度每十年的变化 右边那个是辅热强迫的变化 我们就看一下温度 大概意思一样的 你比如说最下面这根曲线 黑线 它给出的就是一个 无观测系统误差的 就是理想状态的观测 那对于一个无观测系统误差的 这种观测来说 如果要诊断出来 就是每十年零点一度的误差 它大概按照这个理论估计 它大概需要二十年的资料 那么这个曲线实际上给出了 就是现有我们卫星观测 最好的它的这个观测误差 大概就是 是做到0.1到0.3K这样一个量子 如果在这样一个观测系统误差之下 如果它想要用于诊断 每十年0.1度这个误差 那么这个数据集 在保证精度的前提下 需要大概这个30年到40年 才能支撑这样一个研究 那么辐射强迫实际上 同样一个概念 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个 做数据集的 它的一个挑战 也是它的一个 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那么我今天报告 主要有这样五方面的内容 首先基本情况 那么这个项目 是在国家政理研发计划支持下 去年刚完成的 因为在做这个项目之前 就18年的时候 我们国家已经有了 这是当时18年的这个统计 就是气象卫星有16颗 海洋卫星有3颗 资源卫星有9颗 那么这些大家可以看 就是我们国产卫星资料 已经形成30年 时间跨度资料 但是它的那个时间连续性 连续资料 可能只有有20年资料 另外呢就是从规模上来说 我们涵盖了就是地球系统的 各大圈层 就是我们规模上有了 但是我们的这个质量 是不是足以支撑气候和气候变化研究 这个是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的 另外就是要做好这个 卫星观测的这个气候数据级的 它的这个工作 这里面核心的工作 实际上就是摇杆仪器的定标 摇杆仪器的定标 实际上它解决的就是 仪器观测的叫DN值 到卫星观测的辐射量之间的一个转换 那么这个东西它实际上是材料科学 就是探测器的响应 以及测量学和地球科学的一个交叉领域 那传统来说 我们也是国家发摇杆仪器 是最近10年才比较重视它定量观测 也就是定标能力 但是呢就是即使是这样 我们现在的定标 足以所支撑的 只是实时业务的定标 就是我处理完 就是接收完资料之后 我当时就处理这个资料 得到一个实时状态下的 它的一个观测精度 那么这种观测精度 只能支撑天气环境 跟灾害这种实时的这种需求 另外一个概念 就是由于这个资料在累积的过程中 摇杆仪器它是会有升级换代 然后定标的算法 它会发生变化 另外摇杆仪器本身 在轨工作时候也会衰变 所以就是我们积累的这种 实时的这种数据资料 就是存档资料 它不等于历史资料 要让历史资料具有气候诊断分析价值 那么必须对资料进行再定标 然后在再定标基础数据集的基础之上 才能生成各种各样的地球物理参数数据集 那国外实际上对历史资料 再定标是非常重视的 有各种各样的这种研究计划 甚至在欧洲最新的当卫星立项之初 它就有历史资料再定标的这种设计 那么国内在这一块实际上 还是后知后觉 在这个项目之前 实际上对历史资料从来没有再定标过 所以我们的摇杆卫星 实际上从定量观察能力来说 它具有了支撑天气气候 这种大的信号的变化的定量摇杆的能力 但是支撑这种十年纪的微小尺度的 那种气候的这种诊断 实际上我们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所以这个就是在重点研发计划支持下 我们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项目 把我们历史上气象 资源 海洋 多个系列资料 而且这个主要是瞄准设备级的 就是摇杆仪器级的资料 进行一个再定标的处理 那么这个做完之后 实际上就为我们的地球物理参数的长期资料 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 我们自主资料的基础 整个那个架构 首先就是要 我们要找这个圆 就是光学的圆跟微波的圆 因为我们那个观测 主要是光学观测和微波的观测 找到一些处理的 共用的方法 在光学波段跟微波波段 然后用于陆地卫星 海洋卫星 气象卫星的这种 资料处理 我们这个项目主要是 形成这种设备级的 就是摇杆仪器 相关的 它的基本气候参数 那么在这个资料基础之上 希望大量的科学家 再来做它的地球物理参数 用于气候诊断分析 一共有18家单位 包括我们各种卫星的业主单位 包括国家计量标准单位 还有摇杆专业研究机构 都参与了整个项目的研发 所以这个团队是非常庞大的 然后我们实际上现在 对于这个项目来 首先面临就是处理的资料 量非常大 而且这个种类非常繁多 比如说这个陆地卫星 我们就涉及了8颗卫星 17台摇杆仪器 海洋卫星我们涉及了 最终是涉及了5颗卫星 9台摇杆仪器 而且这里还有主动的高度计 气象卫星就更多了 涉及到了14颗卫星 29台摇杆仪器 历史资料处理 那从技术上来说 也有很多挑战要去解决 那么首先要完成的一个挑战 就是星载摇杆仪器的定标 特别载轨它的定标观测的这种衰减 因为这个摇杆仪器发到天上之后 所有探测器都是会衰减的 但是地面设备衰减之后 我可以定期到实验室去溯源 去不断地盯正它 但是卫星发到天上之后 这个我们叫溯源链是断裂的 你没有办法再去塑到最基准的源 所以就是那么载轨那些摇杆仪器 当它衰点之后 我们怎么样给它定 它的定标基准 这是首先我们要回答的一个问题 那第二呢 就是从定标方法来说 像如果光看这个定标方程 它是非常简单的 一个线性定标 再加上一个非线性像 线性定标 但是实际上你在处理的时候 如果不注意这里面的任何一个系数 都会带来误差 你比如说就是它两点定标 这个高温的黑体跟低温的黑体 但是黑体本身 它就是存在一个误差在里面的 所以这种误差对定标会有多大的影响 另外呢就是仪器的响应 我们是假设线性的 实际上它是一个非线性的过程 那这种非线性的响应 我们怎么样去描述 在历史资料里去给它解决好 那第三个问题就是 怎么样这个解决 不同摇杆仪器之间 辐射基准的传递跟素养问题 那这是一个例子 这是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 就是这是我们一个叫 石通道扫描辐射计的一个摇杆仪器 那么在这个风云1号到风云3号 两代卫星上 共五颗卫星上都有搭载 我们可以看就是 这是这个仪器它的这个辐射信号 就是反射率 然后这是从这个仪器载轨2000年 到2018年五台仪器共同的表现 我们可以看看 这个在对于风云1号来说 它的这个 首先载轨 载轨时候的表现就非常差 因为仪器衰减非常快 因为当时我们只有这个就每年一次的 就是外场定标 所以一年可以对它的这个数据质量 校准一次 就让它抬一下 但是它那个抬完之后 它还会再衰减 那我们再看风云3号 那风云3号毕竟是换代的仪器 所以单从资料的稳定向来说 就比它第一代就大的这个改进跟提高 但是呢如果我们看细节 实际上这里面我们会看到 有衰变 有季节的波动 有异常的波动 那么这些到底是观测带来的 还是真实的那个气候变化的因素 所以这个都是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 另外呢几个卫星本身 它是在不动地跑的 所以你比如说我要研究北京的观测 那么在刚发射时候 它可能是9点钟观测北京 但在载轨了5年之后 可能它的观测时间变到10点 或者是下午的1点 就观测时间也是变化的 所以那你要研究气候问题 怎么样解决这种观测时间的 这个皈依化问题 这个都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另外对于国产摇杆仪器本身来说 相对于国外的这个仪器 它可能我们要 因为它的先天品质 特别从定量观测来说 它跟国外摇杆仪器还是差距比较大 所以对我们这个定量观测的 这种资料处理来说 挑战就更大 这是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风云二号上 它的这种光路是半定标的 同时呢就是 不光是半定标的光路会对定标 会有很大的影响 这个星上的这种工作环境温度 你比如这里面显示的就是 最后这个 就是离这个探测器最近的一个镜子 它的温度就和我们这个定标系数的 那个斜率跟拮据 有很大的相关性 这就说明 那么这种观测质料 已经受到了这种 观测平台的温度环境的影响 那么这些呢 实际上都是我们 在历史资料再定标当中 需要解决的问题 那为了解决就是刚才 资料当中存在的这种衰变呀 异常的变化呀 还有周庆的变化 那我们首先就是要 找历史资料的 我再定标的一些这个基准 同时呢把这个基准 怎么样建立一些那个传递模型 那另外呢我们还要开展 大量的这个外场实验 对一个仪器载轨的表现形式 另外就是我们选定的 这个自然稳定目标物的 它的这种表现形式 进行那个建模 那么这两个实际上是 对我们的历史资料 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分析基础 那我们就用这两个的成果 可以把所有历史资料连起来 得到它一个长期的历史资料 这种表现就是一个 它全寿命的数据的载轨的 分析模型 那有了分析模型 那我们就要同时我们还要建一套就是 摇杆仪器工作的定标模型 我们去载轨的分析 那些曲线变化 它到底是仪器的原因 还是这个数据本身的原因 这样可能才能解决就是 全球资料当中观测精度的一致性 寿命期内观测精度的一致性 以及星星之间的观测精度的一致性 等等问题 另外我们还要解决这个资料共享的问题 因为它是一个海量数据 那么简单来说 因为这个受时间限制 而且对于定标问题 可能这个技术太专业了 就是大家也不是很关心 我就简单的这个只是点一下 那首先就是要解决 基准和传递模型 刚才已经提到就是卫星发在天上 我是没有基准的 所以我只能找一些准基准 就是在我地球科学里很多东西 大家可能都是那个天气变化和气候的指标 但是对于辐射来说 它是我辐射的一些基准 比如说某种情况下的深对流卷云 还有那个常年的那个冰盖 以及那个高亮的沙漠 还有我们的这个月球 以及那个平静的海洋 那么这个都是覆盖了这个 就是卫星观测的辐射量 从低到高 它的一个我们选出来的 就是它的叫参考的 准不变的基准数据库 那么用了这个 我们既可以解决 就是单点的测值的准确性问题 同时也可以解决 就是全观测动态范围 它的这种非现应响应的这种监测问题 那简单来说主要是做这件事情 包括这个就是我们怎么样在中国境内去选 选我们需要的这种准不变的这种 自然稳定目标物 包括在沙漠里怎么选 在冰川里怎么选 还有对于微波 我们用热带雨林怎么选 都建立了一系列的模型 那么光把这些自然稳定目标物选出来还不够 因为卫星它是在不同的方向 飞过这些自然稳定目标物的 所以就是不同角度下 它对这个辐射的响应 我们也需要这个监力模型 比如说这个沙漠的 它的这个地表的BRDF模型 你这个我们观测之后 然后再用一些那个就是 辐射传输理的这个基础理论 来构建它的这种参数化的模型 另外呢实际上月亮也是一个低温端 非常好的这个观测模型 还有五分钟时间 包括这个热带雨林 有了这个模型之后 那我们就是重点就要解决 一个是这个诊断 一个是它的这个摇杆仪器的这个物理仿真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历史资料连起来 去看它这个资料的表现 同时呢由于我们有那个诊断 我们就可以去定位它的一些异常波动 到底是自然的变化 还是比如说月球的污染 还有这个星间的差异 等等一些仪器设计方面的问题 那最后呢就是为了 编于这个数据的那种标准跟共享 也对这个数据 所有的数据都进行了 DOI的这种数据的编码跟注册 最后呢就是从那个研制的 这种要数据集来说 气象数据集 有七个摇杆仪器的FCDR 然后我们也系统检验了 这个每一种数据集 它全受命的 你说这个曲线就是阴影 就是整个数据 我们检验了它的这个STD 而那个红线或者那个实线 就是我们数据它的这种标准差 它的那个偏差 这样对整个历史资料都有一个系统的这个评估 所有的这个摇杆仪器都做了同样的这个事情 另外呢就是陆地卫星有三个这个FCDR 海洋卫星也有三个 那从应用示范来说 实际上这个数据集已经开放 已经做了这个大量的这种应用示范 从科研上来说 实际上也有很多工作 比如说这个今年刚刚在AIS上 是我们大力所团队做的 就是他们比较了我们再定标跟再定标前跟再定标后的这个历史资料 对微波历史资料 就是之前六开的误差 现在已经提高了这个两开 甚至更好 另外呢就是很多团队也用现在这个历史资料 在做这个基础 就是地球物理参数的构建 比如说这个摇杆所实践程老师 他们用这个做的土壤湿度 以及就是青凡台卢辉他们 刚刚在Centific Data 他们做的20年就基于国产资料的 这个土壤湿度的这个数据 也是向大家来开放 另外比如说这个也是在我们大力所的AIS上发表的 就是基于这个历史资料 构建的这个微波的路表发射率的这个参数 还有比如说我们大力所的这个就是地球系统模式 林昭辉老师团队 他们用这个我们的这个历史资料 跟模式来进行检验跟比较 你比如说利用这个大气顶的这个辐射 就发现了模式对这个更云蓝岛 这个积雪模拟的偏少以及云量 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 时间关系我就不在这儿去浪费时间 另外就是关于数据 实际上有个专门数据网站 最后呢就是欢迎大家 对这个数据进行反复的使用 帮助我们来提高数据的质量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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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